它是世界宾威野生动物 数量稀少极其珍贵 它的生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系列节目地球家园之追踪六无像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川 大家看我背后大屏幕上的这个动物 您知道它叫什么吗 从这个外形看 它庞大隆起的背部有点像棕熊 两条倾斜的后腿有点像非洲的斑猎狗 四肢短粗有点像夹牛 紧绷的脸部又像驼鹿 尾巴看起来像山羊 两只脚长得又像脚马 这个六不像的动物叫牛角鳞 也叫鳞牛 其中有一种鳞牛只有我们中国才有 它就是四川鳞牛 唐家河保护区是四川鳞牛最大的栖息地 这两天这里的护林员正在忙着一件大事 这一天 群山的护林员们赫然发现一只灵牛的完整尸质 这头灵牛正当壮严 怎么会突然死亡呢 灵牛长相像家牛又像羚羊 它的别名很多 牛铃 牛角铃 盘羊 指的都是灵牛 灵牛是世界宾威众物 在中国 它的分布地区与大树猫相似 数量极其稀少 被视为国宝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是灵牛亚种四川灵牛最密集的栖息地 除了灵牛之外 保护区里有很多动物 这其中不乏灵牛的天敌 但是这具尸体上并没有明显的伤口 天敌杀害的猜想很快就被否定了 就在护林员们疑惑重重的时候 又有人发现保护区内有一头受伤的灵牛 始终在一个地方徘徊不去 护林员们急匆匆地趁着夜色赶去营救它 顺着脚印走了一会儿 他们发现距离灵牛似乎越来越近了 这时邓电新说 他看到了躲在暗处的灵牛 他的突然出现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吓了一跳 我们说是我们去考虑台阶 他说是我们的安全 所以他就感觉他造成危险了 一二条我感觉很危险 这个我们考虑台阶 每种总统他都很安全 惊魂未定之际 大家还是显得异常愉快 因为从牛的动作上看 他的伤应该并不严重 至少会挨过这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护林员们再次来到沟谷附近 发现了那头受伤的灵牛 而且还有一头小牛紧随身后 原来 昨晚是这头母灵牛 用尽力气保护小牛 才显得躁狂冲动 很明显 这位灵牛母亲已经体力固执 人们决定将他们背出沟谷 这头壮硕的母牛 体重在三百千克左右 在实施麻醉后 护林员们喊着耗子 将这对母子运上山崖 接受制补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广原市境内 距离成都约二百八十千米 灵牛的数量 从二零零二年的一千二百头 增长到现在的一千四百多头 护林员们功不可没 然而令他们忧心忡忡的是 最近壮年灵牛的受伤和死亡 如此集中的出现 令人不免担心 唐家河的灵牛究竟怎么了 最着急的是老马和邓建新 作为老护林员 他们深知 如果伤亡的规模得不到控制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就稀少珍贵的灵牛 将更面临宾威的险境 他们决定开始普查保护区内的灵牛 看看还会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护林员们开始分头在保护区内 安装更多的红外线照相机 试图寻找更多灵牛的影踪 照相机的安装位置很讲究 有丰富动物保护经验的护林员 能迅速找到动物们经常出没的地方 人走的是道路 动物走的是兽境 在这些地方安装照相机 能够拍摄到更多的动物照片 不但为保护工作提供第一手材料 还可以为揭开灵牛的伤亡谜团 提供更多可能性 红外相机安装好之后 动物专家关天培 定期总要去看看有什么收获 其实像灵牛这样的大型动物往往是盗猎分子的目标 灵牛浑身是宝 它拥有丰厚肥实的肉质 漂亮的一对鸡脚还可以入药 具有瓶干气 轻热震惊解毒的药效 一头野生灵牛在盗猎分子的手中 可以卖到一万多块钱 这也令很多盗猎分子敢于停而走险 在夜间车灯的照耀下 灵牛会瞬间失明 只能待在原地 这就给盗猎分子提供了最佳的猎杀时机 庞家河自然保护区 在1978年就开始建立了 那时还是省级自然保护区 1986年 经国务院批准 进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在此之前 前少村65户农户 301人都已经迁出 直到今天 这里仍然是全国少有的 全封闭式自然保护区 人类的活动在这里被降到了最低程度 距离唐家河保护区最近的村庄 也有几千米的距离 只有十几户人家 大多数年轻人也早就离开了村庄 只剩下一些老人仍然耕种着这片难舍的土地 邓建新和老马来到小村庄 希望能够获得什么新的线索 就在这时 有村民说 一位姓张的村民曾经见过灵牛的尸体 这几个村庄没还了 不想问派他们不还 酒魁老坛富与乡 提示您精彩继续 新信所将调查引入新境地 并若灵牛的出现 是否能接台重重谜团 系列节目地球家园之追踪六湖像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 十年置物探索 身际和美丽重返 一壶酱油 变回一波清水 南水北调 制造千里 清水走廊 冬天时我们在那里去看了个 是在1990 我们在小湖看到一只 在一个崖边上 崖边上 一个崖边上 是在那里 看到那个 横到那里 大概空那个有 多大一个 我们咋不清楚啊 我们给蔡家爸说的 哦 给他大人说的 那你们看到的时候 大概发现那个 这个死了好久了 可能有 大概有半个月时间了 还有 有半个月时间了 包括还是 电厂号那个嘛 工天 老年过去吗 啊 老年过去吗 老的吗 可能有五六年 五六年了 那个那个牌 这个工资 多大一条 看到 过多少 经过调查 这位村民发现的 灵牛尸体属于自然死亡的 老年个体 与异常死亡无关 而究竟是什么 令那头哨壮的灵牛 没有寿终正寝 而是突然暴毙呢 唐家河保护区 对倒裂行为的防律力度 向来很大 在野外 你们的工地上 要注意用户 要注意安全 好 各关卡 都有森林警察 查验出路车面 而护林员们 更是在 倒裂分子的 必经之路上 设卡 蹲点守候 然而 十几天过去了 他们却一直 没有任何收获 蹲点守候了一夜的 邓建新 没有直接回宿舍睡觉 说是要来看 他的老朋友 对动物的热爱 是邓建新 发自内心的 这位昔日商场上的老板 放弃了 经营已久的生意 甘心当起了一名护林员 聪明的猴王贝丽 每次都会迎接 邓建新的访问 邓建新也总会带来 老朋友最爱吃的东西 因为他的过去比较大吧 他到这个地方 有人的地方 他需要 他吃到这个地方 吃到他过来的时候 他吃饱之后 其他猴子才能过来 他那个大猴子在这个地方 其他的小猴子 也不能吃 几乎每次的分别 也是依依不舍 下来 其实 邓建新将贝利撵走 是怕惊扰到清晨 来河边喝水的林牛 作为老护林员 邓建新明白 此时此地 遇到林牛的几率会很高 果然 远处传动的林牛身影 被他捕捉到了 林牛不像藏球猴 他十分警觉 今天 这头林牛却很奇怪 这么近的距离 都不会令他躲闪离开 多年的护林经验 告诉邓建新 这是很反常的现象 从脚的形状上看 这是一头公牛 已经有15岁左右了 在林牛家族里 算是老年个体 因为无法与牛群一起 去高海拔的地域 寻找新的草场 只能流散在山地边缘 这样的林牛 面临着更大的生存挑战 护林员们的头石 也许能够帮助这头老公牛 尽快地摆脱困境 而石岩的头杂 也会让他获取更多 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帮助恢复体力 目前 护林员们只发现了 一头受伤和一头死亡的林牛 专家认为 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很小 有可能是个体差异问题 那么 他们的病弱 会与繁殖有关吗 四万公顷的 唐家河保护区的林牛数量 已经达到了一千四百多头 他们的种群存在近亲繁殖 导致个体机能下降的很大风险 因为从遗传学上说 长期的种群类繁衍 无异于近亲繁殖 会生出先天不足的小林牛 身体素质差 死亡年龄会提前 这也是护林员们最担心的事情 林牛是群居动物 在这个季节 单独林牛的出现 一般都是老年个体 而那一死一伤的年轻个体 是因为什么问题 远离群体而落单了呢 他们的伤亡 会不会与近亲繁殖有关呢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紧挨着甘肃省境内的白水江自然保护区 白水江保护区的面积是唐家河的将近十倍 虽然那里生活的林牛数量不及唐家河多 但是足以改善林牛种群单一的问题 每年七八月份 健康的林牛们都会来到高山草店上成群的活动 在这里寻找他们的爱情 这是个浪漫的季节 夏季呢 林牛有在高山草店 集中繁殖这样一个习性 这样高山草店呢 在白水江和唐家河之间有非常大的一块 那到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两边的林牛都会聚集到这个区域进行进行繁殖 那么是对林牛来说 是一个种群之间进行遗传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不认为保护区的林牛呢 现在存在这样的一个近倾繁殖 或者说由此导致的遗传上的多样性的衰退 酒鬼老坛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种类众多的动物与林牛如何相处 科学的方法能解答林牛的生存问题吗 系列节目地图家园之追踪六五项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天敌猎杀 人类盗猎 疾病传染和繁殖问题 看来都不像那两头年轻林牛伤亡的原因 这令整个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而邓建新还是没有忘记寻找异常的林牛 一旦发现 不仅有可能再次挽救一条生命 更有望及时的发现伤亡原因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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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 是什么 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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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远 这边 这边 我们都会去 拍不了 在那个树里下面 拍不了 我的相机得看 那个树里 我们用了加倍的长焦镜头 才看见直近距离三百米台外的林牛 有时候 林牛为了防卫 常常移动不动 近看 像极了一副漂亮的标本 而远看呢 却像一块白色的石头 若是没有极好的眼力 是难以分辨的 从镜头上看 这头林牛依旧壮硕 不是邓建新的目标 回去的一路上 我们遇到不少山体滑坡的现象 发生过滑坡的山体上 碎石泥沙遍布 直被破坏严重 护林员们说 很多山体滑坡现象 都发生在2008年的 汶川地震期间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处于 明山山系龙门山西北段 摩天岭南路 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 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 处于龙门山地震带的末端 大约二百万年前 第四季冰川活动期间 这里的山岳被冰川侵袭 而广大河谷地带并未受影响 因此 河谷地带成了 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 成为珍稀动物的最佳生稀地 然而 正是这个美丽的动物乐园 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 遭到严重的破坏 唐家河所在的青川县 当时属于极重灾区 保护区也未幸免于难 强烈的地震活动 造成了局部山体的震裂滑坡 直被倾倒 这是否会导致 灵牛的食物短缺呢 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灵牛主要栖息地 是在海拔2000米 至3400米的真破混胶林 而大熊猫 栖息于海拔1600米 至3600米的 破叶林 混胶林 和真叶林下的竹丛中 灵牛与大熊猫的栖息地 大部分重合 大熊猫以竹叶为食 而在灵牛的食谱中 竹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除了熊猫之外 很多有蹄类众物 与灵牛都拥有相同的食谱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被誉为动物预见率最高的保护区之类 在拍摄这期节目期间 摄制组在保护区内 平均每天都能遇到三种以上的较大型夜深动物 往年 深山中娇羞的金丝猴很难被人们看到 而今年他们也大大方方的游搭在道路两边 公认欣赏 这样的景观也令邓建新十分欣慰 这恐怕是一名护区人员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了 而另一种猜想慢慢纠结起来 是不是由于动物数量的增多 令食物发生短缺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令护区人员们迷惑不已 四万公顷的保护区里生长了茂密的植被 怎么才能判断食物是否可以满足灵牛 以及其他植食类动物的胃口呢 关键培博士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的方法呢 就是基于一只灵牛 一个冬天会消耗多少能量 然后呢 我们通过来换算保护区能够 在这样的时间内提供多少这样的能量 来换算有多少只灵牛 可以生存在唐家河 关键培博士的方法简单来说 就是把整个保护区分成很多块 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地方格 这里包含灵牛喜欢的竹子 各种植物液晶等食物 然后在规定的区域范围 进行小范围的树叶摘取 将摘取的树叶进行能量换算 用科学的方法测算出保护区 大概有多少灵牛的食物 可以供多少头灵牛食用 这个方法可以科学的了解 并解决灵牛食物的问题 关博士与护林员们上山 利用GPS定位寻找事先选定的样方 然后建立一个边长四米的正方形小样方 在这个16平方米的样方内 他们按照比例摘减植物叶子 这项工作要不厌其烦的 反复进行大约256次 才能将唐家河保护区的植物类型 基本覆盖 再按照科学的方法 算出这些植物能够提供的能量 进行换算 就可以知道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里 最多能生活多少头灵牛 动物承载量调查工作量大 内容繁琐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这样的调查 对一个保护区来说十分重要 与动物的生存息息相关 关于灵牛的伤亡 动物专家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野生动物的生老病死 即便是疾病 都是自然界非常正常的现象 因此针对2011年的灵牛的死亡现象 我觉得不应该有特别过于敏感的反应 我们应该有个客观和科学的态度 来看待这些现象就可以了 护理员们加大力度 每天在保护区里寻查 灵牛们依旧像往常一样 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的供养 最终 护理员们没有再次发现伤亡的灵牛 节目拍摄新疆结束 在反弹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头灵牛 它竟然依依不舍地回头 久久不肯离去 专家说 这样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灵牛在表示问候或者感谢吗 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动物是充满情感与智慧的 与人类一样 它们本来也是这个星球的主人 本来就是我们的朋友 地球上自有生命以来 共出现过25亿种动植物 其中有将近一半的物种 是在最近三个世纪内消失的 物种平衡的破坏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人类本身也将遭到秘定制裁 所以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欺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 我是盛春 明镜见